我听说过鲜花插在牛粪上 但是我没有听说过鲜花插在马桶里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谁见过 把香日葵 不对 菊花插在马桶 哎等一下 菊花在马桶上好像也很正常啊 很符合常理嘛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只大白鹅 作为一只小鹅魔 不对 大鹅魔 今天我就来看一下 要去哪一家 搞怪 先挤进去 哎呀 鹅伯 鹅伯腾 哦 进入了一家院子 先来看一下任务吧 打碎花瓶 让女人打扮半生像 让男人把茶吐出来 戴上丝带 让男人光脚走路 洗衣服 就是把这么一些 像这个眼罩啊 袜子啊 这样一些东西 啊 拿去洗 对吧 作为鹅要怎么洗衣服呢 丢水里吗 啊 我觉得让男人光脚走路 这个任务应该来说 比较容易吧 对不对 只要把他的拖鞋 哎 一拿走 然后 冲啊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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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 丢到院子外面 哎 他不就光脚 哎 哦 我知道了 他要两只脚 都光脚走路才算 一只脚是不算的 也就是说 他的另一只拖鞋 咱们也得拿走 那行吧 找个时机 把他的另一只拖鞋拿走啊 男人快坐下来 大爷 你快坐下来 求你了 大爷 大爷 你快坐下来吧 别 别看着我了 你快坐下来 哎 对 好 他另一只脚踩在地上 我好像 我好像拿不到这个鞋啊 哎 这个鞋怎么搞啊 大爷 大爷 你换一只脚行吗 这 这 这什么动作啊 就突然 突然间就开始磨腿了 啊 这个是 给自己按摩吗 哎 他另一只脚翘起来了 好机会 别看我呀 看你的报纸 继续看 对 对 对 走 走 走走走走 跑起来 好 光脚走路任务完成 我不但让你光脚走路 我还不把这个鞋还给你 哎 开心 哎呀 作为一只小鹅魔 每天就是这么的开心 然后现在要戴上丝带 丝带 丝带在哪里啊 鹅怎么戴丝带呢 嗯 这边就可以进入到女 女人的房间这边了 好像有一个任务是把花瓶打碎对不对 打碎漂亮的花瓶 来 你的花瓶来打碎它 嗯 哦 我知道了 就是 先让这个女人拿起花瓶 然后再拿另外一样东西 对不对 比如我这样 然后的话呢 我再拿个剪刀 她就 把花瓶扔 花瓶没碎啊 我吼一声 哎 花瓶 花瓶 她也没把花瓶扔掉啊 嗯 这花瓶怎么搞 哦 这个女人今天是来画画的对吧 我看一下你画了个什么东西啊 哦 量子力学 不愧是一个大物理学家啊 大物理学家 这个物理和艺术 同根生嘛 对不对 啊 你看这个梵高 这个达芬奇 她们画的画都富有哲理在里面 对不对 都在一定程度上跟量子力学有关系 啊 所以这个女人啊 一定是一个代物理学家 并且又是一个代画家 一个艺术家 我明白了 这个女人的身份不简单 她可能跟三体星人有关系 对不对 我看到丝带了 这丝带怎么弄啊 等一下 丝带拿走 问题我带不上呀 哦 我大概看懂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 我把这只 大鸭子 这是鸭子还是鹅啊 嘎嘎嘎 这只大鸭子拿走 然后的话呢 我在这个地方 假装我是一只鸭子 我就可以把这个丝带 带上了 对不对 它就会给我带上丝带 再把那个小领带拿过来 于是啊 这个愚蠢的人类 它肯定就帮我戴上领带了 对不对 比如像这样 然后 嗯 假装我是一只 大白鹅 嘎嘎嘎 哎哎 被看出来了 这个不能离得太近 我懂了 哎 趁它没注意 就把它吓倒了 快快快快 快给我带上领带啊 对 愚蠢的人类啊 想不到吧 哎 直接吓倒 nice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去洗衣服 让男人把茶吐出来 这男人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走起来了 哎 这有个钟 我懂了 我突然就知道 怎么样让男人把茶吐出来了 就等他喝茶的时候 我就 咚 敲一下这个钟 他就 哇 就全部吐出来了 对不对 不是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啊 看报纸就看报纸呗 你怎么总是看报纸就看着看着 一惊一乍的 你看 又来 就绳了个旗了 哦 这个钟是一次性的 还得让这个女人来调整一下 那行吧 你先把这个钟调好 哎 男人要喝茶了 你看 他又开始 又开始这样磨腿 好 他喝茶的时候 你喝 快喝 哦 都 嘿嘿嘿 愚蠢的人类啊 智慧如我呀 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让人打碎漂亮的小花瓶 不是我现在 这个花瓶要怎么打碎呢 这女人他打不碎这个花瓶啊 来 花瓶给你 哦 这有个台阶 让他从台阶上面扔下去 对不对 来 这没用啊 哎 这个小风车 等一下 打碎花瓶 是不是可以放到小风车这里 啊 然后我转 好像不行 我为什么突然打嗝了 这个抽屉可以拉出来 但抽屉里面没东西啊 哎 哎哎哎哎哎哎 我怎么把他桌子给拆了啊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从这边回到男人的房间了 男人的这个院子不是房间啊 院子 哦 这个是半生像吗 打扮半生像 这个怎么打扮呢 有点复杂啊 难道我拿个 比如说我拿个画笔过去 你会不会给这个人 把他当成画家 然后 对吧 把这个画笔插在他的手上 但是这个半生像好像 好像没有手 那算了 可能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不过呢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 我现在可以洗衣服了 首先 先拿走这个胸 呃 眼罩啊 先把眼罩拿走 然后 从这个地方 冲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 跑跑跑跑跑跑跑 好 我知道这个男人只要一看到 肯定会马上来偷这个眼罩 啊 所以不能给他看到 毕竟 这个男人肯定是一个 大蟹狼 对不对 我大概是这么猜的 丢到水里就能洗了吗 我看一下 啊 果然 丢到水里就算是洗了 哦 哎 这样的话 我把这边拉开 我岂不是 轻轻松松 就可以洗掉这些东西 像什么袜子了 对不对 哎 头卡住了 袜子拿过来 还有一块肥皂 和一只拖鞋 啊 拖鞋 哦 拖鞋我刚刚放到院子的那边去了 我先找一下肥皂在哪里啊 肥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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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吗 不在啊 这个梯子上没有肥皂啊 等一下 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 观众朋友们 我听说过鲜花插在牛粪上 但是我没有听说过鲜花插在马桶里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谁见过 把向日葵 不对 菊花插在马桶 哎 等一下 菊花在马桶上好像也很正常啊 很符合常理嘛 哦 代哲学家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艺术家都这样 我懂了 不愧是一个神奇的艺术家呀 哎 去拿你的水壶啊 我看到肥皂了 把这个肥皂一拿 然后跑过去 走走走走走走 哎 这肥皂怎么还冒泡的 他在干嘛 这个是脑电波 脑电波出问题了吗 哎哎哎 肥皂 这不是你的肥皂 你不用抢走蛋 等一下 他怎么就把肥皂丢过去了 这女的怎么鬼畜了 这女人怎么回事 哎呦 完蛋了完蛋了 出问题了 我好像把这游戏玩坏了 我大概懂了 哦 他什么时候把我领结抢走了 还扔过 扔过来了 他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会扔过来 男人我给你花瓶 你扔一个 来 花瓶 我看你扔过去 他是不是就会扔过去 然后这个花瓶就碎了 愚蠢的人类呀 臣服于我这只大恶魔之下吧 不行 我要先去拯救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他突然就鬼畜了 对 我要去拯救那个女人 不对 我应该先去找肥皂 肥皂呢 哎 那个男人把肥皂扔到哪里去了 哇 这肥皂好滑呀 都滑到这个地方来了 天呐 我先把肥皂 哎 丢水里 好 洗衣服 哦 对 还差一只拖鞋 那行吧 我要去把这个拖鞋拿回来 拖鞋 走 哎 又开始这样磨磨这个腿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男人 看报纸就看报纸嘛 总是做一些 匪夷所思的动作 对不对 洗衣服完成 漂亮 哎 他是不是意识到什么了 这个男人 让人修剪 争奇玫瑰 争奇玫瑰是 我懂了 这个任务指引的很到位嘛 这男人直接走过来 拿起这个牌子 就让我知道啊 这个就是珍奇玫瑰 对不对 他这个牌子 他刚刚画了个什么东西啊 别告诉我是镜蛇 你贴这没用的 你要贴到那边 那个小凤凤那边 对不对 我是从小凤凤那边进来的 你贴在这个地方 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烟斗 帽子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观众朋友们 你说那个女人这么聪明 她连丝带都给我戴错了 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烟斗拿过来 丢在半生像这里 他就以为 这个半生像原来是要戴着这个烟斗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观众朋友们 快说 我这个智慧的小脑瓜 感觉有这个可能性 他把这个半生像的帽子戴上去了 哇 跟我想的一样 那应该还差 一个眼镜和杯子 哦不对 半生像没有手呢 我应该再拿个眼镜就可以了 对不对 拿走 瞧瞧瞧瞧的 瞧瞧瞧的 我先去把那边的门解开 不然的话 待会儿跑不动 哇 大C狼 你拿的什么东西 你怎么拿着人家女士用的眼罩呢 天呐 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C狼 男人发现他的眼镜不见了 想不到吧 我 快跑 哎 这男人绕错路了 行吧 眼镜到手 哎 你看我作为一只鹅 我多么的机智 多么的善良 还帮你们洗衣服 对不对 啊 还不感谢我一下 现在还有 对就差打扮半生相了 不对 还有这个珍奇玫瑰怎么剪 珍奇玫瑰 哇 真的是一点都不害羞的吗 天呐 来 给他戴上眼镜 对 漂亮 半生相任务完成 走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剪这个玫瑰了 啊 啊 减肥皂 哎 没想到你也玩减肥皂的游戏啊 真的是想不到呢 这个玫瑰是不是 这个地方可以拖啊 啊 真的可以 啊 机智的红键已经知道了 观众朋友们 哎 这 额头都要断了 怎么这么重啊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设计 游戏设计者的这个开发思路很简单 这个像鸡一样的草 不对 树叶 刚刚不是修剪过吗 肯定就是让它修剪的时候 一不小心 咔嚓 剪掉了玫瑰 啊 这里这里这里 对 该剪这东西了 快快快快快快 你树叶都乱了 哎 剪树叶啊 不是 不是 你别把我关起来 我让你剪树叶啊 哎 哎 让我进 过分了呀 啊 我额头 啊 我感觉我刚刚额头被夹了一下 哦 好痛 哎呀 我耳机掉了 对 剪这个树叶 快 聪明的女人 快剪这个树叶 快 你最聪明了 对 你就是个大傻子 啊 静止 哎 你拿这个东西有用吗 你以为你放了这个东西 我就真的会静止了吗 啊 对不对 啊 还放在了马桶上 哦 我发现了他家这个马桶呀 哎 不是马桶啊 这个马桶啊 浴缸啊 都种花 也就是说他家是花之厕所 对不对 厕所之花 有一种神秘的花香味 啊 我已经闻到了 哦 他把这个地方拆掉之后 我就可以去祸害下一家了 原来人类就是这样互相祸害的 我懂了 啊 走 去看一下这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哎 哎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哎 有个快递 我来帮你们看一下快递有什么东西 鹅流快递走喽 大鹅鹅快递 算了 我不拿这个快递了 好重啊 这鹅脖子特别的累 应该是要到一个新的区域了吧 哎 哎 别 别挡到 关上 OK 我们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 花园 怎么又是一个花园啊 那行吧 那么本期的这个 大鹅鹅历险记 鹅作剧 大鹅物语 大白鹅物语 我们就先玩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三连加关注 加订阅 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